L Virginia Yeah 奇奇加入囉 馬上來找一下新鄰居吧 我會認識七七 其實是之前看那個朵朵劇場 然後七七在裡面算是一個 蠻重要的角色喔 感覺出來朵朵也很喜歡她 那我自己的一島也有遠人 所以我還蠻喜歡猴子的 我其實有點想要把我弟這個島 就是用成一個猴子島 我覺得猴子都還蠻可愛的 那再來呢 就是等小桃進來啦 那今天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來跟阿盼打個招呼吧 不知道他家變怎樣了 嗨 阿盼 你在看漫畫 貓貓 你自己的 貓貓叫你貓貓 蛤 貓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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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我覺得表情是個很豐富的角色 是這一天可以做什麼事情呢? 我們再去問一下梨克好了 要怎樣服務處才能改建啊 欸 怎麼了? 什麼東西? 好棒喔 聖誕節要到的關係嗎? 好喔好喔 馬上來裝飾一下 等一下 我還沒跟火鳥講話 先聊一下 我都架好了 你還不知道是誰架的 天啊 梨克居然沒有把我的豐功偉業好好的宣傳一下 真是太不應該了 是說我送給阿一的音響他沒有擺出來 他不喜歡嗎? 不知道火鳥家有沒有擺出來 然後把這個花圈掛在這裡 然後那天就有了旅遊 不知道他送我什麼東西喔 我們打開來看吧 自由女神像 在這邊一開始這樣的荒涼的島上就要放一個自由女神像 這樣對嗎? 這樣我要放在哪裡啊? 七七家嗎? 放在小桃家旁邊好了 讓他看起來自由一點 哈哈哈哈 怎麼看都很不搭啊 耶 喔 有這個 我要送阿一這個 我要買 阿一家就是要放這種東西啊 喔 這個也很好用欸 這鏡子是不是也要買一下 這樣我才可以改造型喔 太好啦 今天賣的家具都好實用阿 阿姨房間不擺音響的話 阿哈 這個沙包你就拿去吧 天答 啊 哦 祝然送我衣服 好啦 呵呵 總比火鳥送的這件好看吧 看起來比較帥啦 欸 黎克 有什麼工作要交給我做的嗎 要做什麼好呢 蛤 所以呢 該做的事情我應該都做好了 剩下的應該就是等三位鄰居全部搬進來吧 我在想 雖然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這一輪呢 我不想要查攻略 就是想要放鬆的隨便亂玩喔 你要這個嗎 欸 給你一個餐具要不要 剛剛買的喔 對 欸 喔 真的吧 不就是 陶瓷的顏色嗎 他還說他喜歡顏色結果根本沒有送我回禮啊 真是 再來我來看看今天有哪位NPC有到島上來 喔 氣球 氣球 再來 下來 黃色的氣球好像是 錢的機率比較高嘛 3萬塊 賺喔 3萬塊對初期來講是很大的一筆數字啊 然後有一件產式呢 我現在發現到喔 我弟的機場顏色是黃色的 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說 他跟我選的 是同樣的顏色 是要用李承換的家具是一樣的顏色欸 天啊 也太衰了吧 這樣我們兩個沒有辦法互相交換家具了 欸 怎麼旅遊又倒在這裡了 是因為剛開始 剛開始還沒有那麼多NPC會過來 所以旅遊一直倒 好 我們再來就旅遊一次吧 好 我們再來幫旅遊找零件囉 我們已經先拿到自由女神像了 在這種初期的時候拿到什麼會比較好玩呢 像我那時候 我的本島一開始就拿到巨石像了 我覺得巨石像就很適合原始生活 當作裝飾放在那裡 沒想到我弟這邊一開始是先拿到了自由女神像 這麼都市的東西 哇嗚 不是吧 哇嗚 終於找了五個了 我找到快睡著了 哈哈 啊 找到了啦 好的 再來我們就可以期待隔一天會拿到什麼了 欸 伯鳥還怎麼逛街逛到這邊來啦 先聊一下囉 什麼啊 奇妙之島上的駝鳥 你在說你嗎 你可以出版看看 說不定真的大賣 喔 然然出現了 耶 小桃 怎麼了 喔 太好了 終於喔 哇 好喔 好喔 我都忘記會有服務處暫停一天的事情了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一直在抱怨為什麼他們不把離端機給搬出來了 哎呀 奇妙 哎唷 阿盼都在外面喔 趕快跟他們聊一下 對啊 真的齁 我想跟你多聊一點 有 那奇妙呢 奇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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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聊天吧 哇 奇妙 其實 真的還蠻可愛的 我覺得猴子都好耐看喔 啊哈 啊哈 大家都已經在講那個 聖誕節的事情了 對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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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她是認識豆里啊 喔 她是認識豆里啊 太好了 我們可以開始買一些灌木了 我們可以開始買一些灌木了 繡球花耶 喔 喔 太好了 可以馬上種南瓜耶 待會我們可以來買一堆種子喔 在那之前呢 哇 小桃 小桃家也好粉紅啦 嗨 小桃 好 好 好 讓你謝謝好嗨喔 太好了 這樣子呢 居民都到齊了 我們再看一下阿一 沙包有沒有擺出來啊 阿一根本工作狂嘛 為什麼每次進來他都在悄悄打打的 嗨 在做什麼呢 假三道具啊 好 教教我 阿一教了我真多東西了 啊 不知道她有把沙包擺出來 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今天我賣什麼東西 喔 好可愛喔 玩具箱跟倉鼠龍 倉鼠 把倉鼠送給阿盼呢 把老鼠送給貓 欸 怎麼了 媽媽 媽媽 嗯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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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嗎 欸真的嗎 好開心喔 哇 哇 大家要去找什麼 阿盼 人也太好了吧 竟然送這麼好的東西 小鳥水盆耶 這種高級貨當然是擺在我自己家旁邊啊 超棒的 看起來就是個豪宅有沒有 酷炫豪宅 賣火鳥在幹嘛 大姐戲都很晚睡喔 對啊 是小桃搬過來喔 小桃搬過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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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看是坐下去的位子不太好 又重新喬了一次位子是不是 小桃搬過來 太好了 他們已經會互相打招呼了 然然然然然 我要來買東西 哎呀 繡球花也好好看 南瓜苗也好讚喔 南瓜苗 我們先買個 二十個應該夠吧 繡球花我們也各買一些好了 因為島上很多粉紅色的居民 我乾脆都買粉紅色的花好了 那我們來 種點東西吧 要種在哪裡好呢 我家旁邊 這邊有快遞 哎呀 我現在還不能鋪泥土地欸 所以我只能 憑感覺來種 那我就站在中心點 然後連點就好 好 然後再換這邊 好 然後我們再用 炸籃圍起來 讓它看起來煞有其事喔 看起來好像有規劃 然後實際上又不會妨礙到交通了 再來我們來交南瓜囉 之後好像可以靠南瓜收成 多少賺一些錢吧 真希望可以再多一些蔬菜種 然後我再來幫七七的房子 稍微佈置一下下 先暫時讓它看起來 有個房子的樣子 好 把這棵樹先鏟起來 然後把它種在這裡 來 接著呢 我們在這邊 來種植 剛才買的 繡花球 把它長出來之後應該就很粉紅吧 那小桃家這裡也是 那這邊呢 這邊呢可以再用一些簡單的柵欄 布置一下 好 這樣子 小桃家這裡也是喔 然後阿盼家呢 這個人孔蓋是個重點 再來呢 要把這棵樹給移走啊 因為它很遮擋阿盼他家前面的視線 我會一直被這個柵欄給擋住喔 就是先把樹 隨便移到其他空地喔 不要擋住阿盼 有沒有 七七家好像變得比較好了 這個有點 太古板了 稍微移一下 這個也是喔 這樣好多了 小桃家呢 這個字有女神像 感覺坐在這裡很自閉喔 這裡好像需要幫他種一點花對不對 我們來跟然然 買一個 白色的菊花種子 跟一個紅色菊花種子 把它種在一起 看之後會不會長出粉紅色的菊花 欸 氣球在那邊飛 這邊應該有個紅色菊花 吸皮封衣服 好吧 跟我鞋子顏色至少是搭的 好 把兩種花種在這裡 這裡又有氣球 怎麼會飛這麼勤啊 還是不要好了 怎麼了 怎麼了 七七 你好嗎 你也要送我東西嗎 太好了 趕快 我想知道是什麼 開水壺 你老家在流行開水壺是不是 我來看看是長怎樣的開水壺 可以引起這麼大的轟動 七七老家在流行這個 好吧 開水壺好像適合放在這裡對不對 泡老人茶在用的 那我們就放在阿判家前面吧 欸 你們在偷講什麼 那我們就放在那裡 你怎麼會放在那裡 你怎麼會放在那裡 我會放在那裡 你怎麼會放在那裡 你怎麼會放在那裡 這個畫面看不到他的臉 受歡迎的話別人會請我吃飯對吧 我會放在那裡 你怎麼會放在那裡 你怎麼會放在那裡 我...我...你你怎麼會放在那裡 阿判 想撈喔 好 讓我們一起放在那裡 我今天準備工作進行到一個段落了 好 讓我們一起放在那裡 我們要拋好 我們還可以放在那裡 我盼 如果你還可以放在那裡 我們要不要放在那裡 我們要放在那裡 阿判沒有在聽火鳥講話喔 好的 那我今天準備工作進行到一個段落了 接下來呢 再隔一天小桃就會搬進來了 然後呢 服務處也會正式成立 那西施會應該就會進來了 那我也期待我的南瓜田 還有剛剛種的那些花還有灌木 長出來之後應該會很好看 之後再來佈置一下阿依跟火鳥加前面這一塊 當然我現在能做的東西有限 就是家具也少 好的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 音樂 我們親眼的不熊 然後呢